好 回到台湾共同团 今天我们再带大家来掌握到的是 台湾的产业的大未来 到底在哪里 其实在2025年的一个竞争愿景 在这里已经做了一番的规划 所以我们现场请到了专家 也请到了业者 带大家一起来看说 其实现在的发展 现在的表现 到未来跨近12年后的2025 大家到底是不是准备好了 政策准备好 但重点是业者更要准备好 还是业者其实早就跨在政府前面 前头了呢 我们来看到今天现场 刚刚也介绍到我们请到 五顶科技的董事长 那五顶科技刚才为大家简单说到 哇 这个血糖机 血糖机 或许大家觉得我们家没有糖尿病患 您不认识它没有关系 但是其实对台湾来讲 对很多高龄化社会来讲 糖尿病患这个慢性疾病 其实人数的增加 还真的是令大家有些些的心境 因为社会的发展 文明病的一个呈现 但重点如何好好照顾它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业者早在这里 把该准备的工具都准备好了 主要研发的五顶科技 就是光学室的血糖机 接下来研发出了 是电话学室的血糖机 然后正式成立了 五顶生技这个公司 生技业期在这几年 在台湾非常非常直行 但其实全台湾第一家 上市的生技公司 就是五顶科技 而且我们告诉你的是 富比市的两百大的企业当中 2006年不断到现在 一直在得奖 所以我们刚才给 董事长也请教到了 为什么从一滴血 就看到了这个商机 但是您从一滴血 看到了商机之后 其实一开始做是ODM 我们刚刚讲OEM搭局 那个真的是 靠劳力秘籍来呈现 但是ODM的部分 从设计制造到生产 到出去其实一贯性的 也是一条龙 但是它为的是 重点是帮别人做品牌 不是帮五顶自己做 所以不知道董事长 实在是因为台湾的环境 刚刚您讲了 它要软体硬体加化学加物理 实在是环境的一个 没有办法完全的 有这个一开始 就制造品牌的机会 所以您才会走ODM这条路吗 您刚才讲了 要制造这个产品的技术 台湾通通有 我们台湾在这个有关的科系 一年毕业1500个PhD 所以我们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那时候 大家只知道台湾做成衣 台湾做螺丝 但是没有人知道会拿医疗产品 不管是器材还是药品出去 那你要怎么踏入这个国际市场 这里面就开始 像日本也是这样开始的 先最好找到大公司 贴他的牌子 但是里面你不要忘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 那个雪塘机跟雪塘事变 变成全台湾出口的第一名 而且变成国际上知名 都来找我们 为什么 我们后面一定不要忘了MIT 它还是台湾制造 虽然你贴他牌子 但你贴他牌子 如果是我们台湾 基本上对市场经验 不管是小企业大企业 都很欠缺 我们借助他们的经验 然后希望将来 我们的名声打出来 台湾也能够做这个东西 再到其他的地区去卖 而且还有一点大家要记得 就是你要找这种大工厂 他愿意拿你的产品 因为IP是你的 将来责任也是你负 虽然你负责任 但他也会赏害他的商与 所以他会 他来到我们公司来 签约以前 大概调查了200多个人 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我也常常提到 他确认他的品牌 不会毁在这 对 因为他不在乎 他是为了要做 我刚刚讲做好 做便宜 但是好是一个最先决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从先 又帮边跟日本的模式一样 先帮这种 没有进入过国际市场的 这种产品 我们借这个方式 当然IP是我们的 但是贴白我们也很吃亏 因为价钱控制 市场控制在他手里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其他地方 现在刚才你也提到 做云端的做什么 我们都做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所长官主任 都提到新兴的市场 现在不得了 现在我们常常讲的金砖四国 我举个例子好了 大陆最我们最接近 大陆 他们今年9月份 美国医学会杂志期刊就讲了 大陆上的弹尿病患 已经到了11.7% 全世界最高 根据他人口有11千多万人 但是他因为现在这个慢性病 都要用这种家庭监测的方式来做的话 他的生透率就有8.7% 我讲了8.7% 你可以跟欧洲跟美国比一比 95% 低太多了 但是对我们是觉得 太好了 但是对我们讲的 机会来了 是 没错 机会来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在慢慢慢慢从 进入这个产品的市场 他们知道我们没有了 因为台湾以后 我们再开始发展自己品牌 找自己的市场 慢慢慢慢进去 是 所以这是一条 不得不开始的路 不得不开始的路 对 所以大家觉得说 我们这么强的技术 但是还是得贴别人的品牌出去 对 但是董事长一直提醒大家 这个MIT还是在 只是说这个品牌 它不叫五顶生技 它也不叫什么 我们可以立刻喊出来的 国内一个品牌 但其实现在也在做品牌了 五顶生技也在做品牌了 那重点是得到了 国际四大厂商的一个认证的话 其实对台湾这个MIT的品质 这当然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加持 所以杜主任 所以刚刚董事长讲 因为环境的关系 所以一开始只好选择ODM 对 那这也是我们 台湾其实对未来 现在才要加入竞争行列 加入这个所谓的 竞争的市场的后进 这也是一个 未来他们可以选择的路吗 其实我们今天请了这个五顶 还有这个Oh My God 这两家公司 可以说是 代表我们台湾企业的一些精神 我觉得台湾在这个产业大未来里面 我们最有优势的 就是我们企业的 这个本身的这个经营管理 跟这个不断的去挑战的一种精神 那他们两个的营运模式 虽然不完全相同 但是代表的就是说 台湾在这个未来的 这个全球的竞争里面 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可是相对来讲 其实我们比较落后的是我们的制度 或者是说我们在 经济以外的一些因素 其实影响了我们整个的产业的发展 那么这个我觉得 现在很多人都讲了说 我们应该要更松绑 我们要更开放 其实我是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我们在观念上面要松绑 那么刚才提到说 有一些人才 应该我们要让台湾的更多的人才 能够被台湾的企业所用 或者我们应该要去用 其他国家的一些优秀的人才 这样子我们才能跟我们临近的国家去竞争 但是这里面最主要的观念 还是在于说 我们自己 那么在制度面 或者是在政治面 我们一直不敢放开 我们不敢放开的原因 当然我们会认为说 如果我们直接面对一些竞争 或者我们把国外的一些 重要的人才引进到台湾来 会不会让我们台湾的一些弱势 或者是一些条件 不是最好的一些人失去工作 其实这种观念 主要还是在一念之间 比如说我们看新加坡 或者看过去的美国 他们其实都是运用了 别的国家的人才 但是让他自己的国家的经济 能够发展起来 发展以后 他自己的国民的所得就增加 我们台湾最辉煌的 就是大概在1985到1995这十年 过去的那十年当中 其实我们的产业发展非常的旺盛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创业 也有很多的公司上市 那么我们全民都分享到 很多的利益 可是为什么最近的十几年 我们的薪资都没有提高 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是我们的心魔 就是我们心里面 一直很担心 直接去面对竞争 所以我们在很多制度面 不敢放开 不敢开放之后 包括刚刚张署长提到了 除了经济以外的一些部会 基本上他就是把他的产业管好 不让别人入侵 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责任 可是这个开放的世界里面 如果不让别人入侵 最后可能就是丧失了 自己的竞争 我觉得这些观念 可能在我们未来的发展里面 尤其对企业来讲 是非常关键 不过主任提到 点到的问题都在哪 好像都在政府部门 因为要松绑 要观念的改变 观念没有改变 政策就不会调整 政策不调整就不会有开放 不会有开放的话 我们在所有企业在这 又觉得绑得实在是 不知道怎么办 透不过气来 所以现在新模要打开的是谁 所以沈董事长 你们有新模吗 你们二三十年前开始发展 一定延览很多的 很多的技术人才 我相信您的技术人才 有台湾应该有国际的 是不是您也是 属于open mind的一个态度 所以今天才能够走到 现在全世界的 学长机看的都是五点 这个倒是 跟您这样一提 我倒有点惭愧了 我起先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也有引进一些国际的人才 但是后来因为我本身是教书出身 我是认为产业要生根 一定要用当地训练出来的人才 不一定是中国人 或者是外国人 所以我是最近我们几乎所有的研发人员 都是国内大学出来的 也有外面的华侨 可以fine 外面的外国人可以 但是你是在台湾手脚也长大 所以刚才主任讲的 我们要人才 不但是本国的人才我们要用 外国人才我们要用 但是希望他们能够 配合我们台湾的情况 慢慢慢慢往外发展 重点是跟在台湾 跟在台湾 一定要这样 对 跟在台湾 所以董事长这边 希望是在台湾受完教育完的 所以在一贯化的一个教育之后 知道我们在研发上面 需要哪些需求 这样的人才您也愿意继续的 给他们做培养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 人没有关系 没办法 所有的竞争在这里 所有产业的竞争 我们刚刚讲 不管是劳力秘籍的 还是到现在所靠的是知识经济 一切一切的关键人都在人 都在人 当然有研发 有创新 那么有实践 有做这个真实的生产出来之后 那么产品被大家使用之后 才看得到它的一个 利害在什么地方 不过董事长 你们接下来刚刚看到 很多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我们随便举例 在亚洲可以看到 我们隔壁的中国大陆 或是看到印度市场 不管我们看到是来自于 中央美洲的巴西等等 其实这些新兴市场 如果我们当然讲 对岸的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现在是您说渗透力很高 但是中国大陆也是一个 山寨发展 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地方 所以您的写道 一进到中国大陆 您不担心 马上就被copy过去吗 不但您刚刚 讲的事情 其实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那么他们有山寨版 但是他们因为 我刚刚讲的 他们真正需要的使用率 我刚讲就有8.7 所以他们政府非常提倡 常常呢 我刚才也跟杜主任聊起来 常常有很多对岸的人来找我们 有区域各种优力 这么东西 好 但基本上 他们现在跟我们谈事情 他们口气很大 要地要钱 要人家 没问题 这是我现在提醒我们台湾的企业 尤其现在这种知识经济之下 这种辛辛苦苦累积出来的成果 要去的话 一定要有适当的准备 怎么样去把 你的根留在台湾 而把整个事情区别开 其他国家包括巴西 包括印度 都是在那边招来 像我们这种产业的一些工厂跟人去 他们很厉害 甚至于会对我们员工 个人写信说 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 挖角 这是一定会 所以这些东西 我是提醒将来 要到这些所谓金砖事国 去发展的一些同业 或者是其他的产品的制造厂家 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人才不是不能输出 但是人才如果造成 导致最后一个流逝状态 当然对原本的本业 这里一定会造成影响 但可见会被抢 这表示人才训练实在太好 产品实在太好 这也是另外一个 大家必须也可以开心的地方 做好准备跨境到 各个的一个新银市场当中 对自己的保护 才能够做得到更好 好 我们这个阶段 我们看完了关于 五顶生计如何 光是一个血糖机芯片 全世界MIT的精神 完全带了出去 我们休息片课待会 我们就来看看 那么完全要靠脑力创意的 制造的来看到 在游戏领域当中 这个茂围为什么 在这几年可以发展 这么样这么样的快速 在过程当中 他们看到什么问题 而接下来应该为什么 在这里跨到第三方支付 可以让他的产业 发展得更加的蓬勃呢 我们待会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